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offer你个工作 第一个他是个烫手山芋 第二个他的任期很短 到了某一个时间 对不起一定要走人 你要不要接 哎呀这个好挣扎 不过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也没有人会offer我这样的工作 因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工作 说句实在话 这样听就知道 任重 然后又 道远 道远 又需要这个任劳任远 任棒 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治国走了 善政来了 善政新国 对我们今天来 在这个过年前的前一天 我们请到了这个 现在是算非常大咖的人物了 而且是 我觉得他的勇气十足啊 是 要我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非常现实 要找我 如果马上找我 一句话 免谈 他把他接下来 我们现在在现场是 行政院院长 张善政 张院长 院长你好 两位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院长这个 距离上次您来我们节目有一阵子 可是真的就感觉 感觉有点消瘦 是不是真的比较瘦一点 还是坐在我旁边就会比较消瘦 最近一阵子是比较忙 这个体重我没有注意 那你们说销售就是销售 但是头发变白的比较多 我是看得很清楚 压力很大 所以前天去拜访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院长 书家军 然后当然有讨论到说 接下来这个行政立法两个部门应该怎么样配合 因为国政不能够空转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好像 你们提了149项法案出来 希望说 这些法案都对我们的国际名称很重要 要要过啊 可是立委说短短几个月怎么可能 所以呢接下来呢怎么办 那149个法案呢 是依照惯例的 是在毛衣院长在任的最后是院会 依照惯例程序 这些法案一个字都不用改 只是因为立法院借期不续审 对 就反正我们行政程序上呢 就把它重新包装package好 再送审 大概院会就通过了 那所以你讲的没错 149是蛮多的 那我们去立法院的时候呢 那个院长副院长都 他们那边的都一直都表着 149很多耶 而且里面有些东西 他们觉得新政府态度 是不是会有不一样 所以希望说不要送那么多 是不是过滤一些 我们也了解说 食物上面一个会期要处理 149个的确是很辛苦了 不是很辛苦 这是不可能 不过过去的网例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也就食物面来讲 我们也愿意说好吧 那这149个里面呢 哪些是真的比较优先的 我们去筛选一下 那么这个后来我们回院里面 去了解一下 老实说因为我们院里面 行政效率也蛮蛮快的 事实上2月1号 就已经把149个全部的 含送给立法院了 所以我后来跟这个 苏务院长也拨了一点 我说抱歉 我说我们双方 虽然都同意说 149个全部送你们 处理起来是有困难的 但是程序上我们已经送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又做了一个筛选的动作 这个筛选就本来就要做的 大概有20几个不到30个 这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优先处理的 后来我就跟他电话上说 抱歉 我们149个程序上公文已经发了 当然不可能测 但是我们补一个公文 说我们这里面哪些是我们希望 对立法院可以优先处理的 我们会再补 请他谅解一下 能够接受这做法 那他也了解说程序上 是这个有行政程序这种惯例 也不能怎么样 所以他也说了解了解 就是补一个公文 他们就依照这个公文的建议 去做后面的事情 院长问你一个问题 前两天有个画面 就是您去拜会院长副院长 说当然柯建敏在旁边 然后他们两个站后面 然后你跟他 柯建敏好像跟你讲了什么悄悄话 摇耳朵 那请问他讲什么呢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老实说那天过程蛮长的 他跟我那个摇耳朵 到底讲什么 我真的不记得 我不是不讲 还是听不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 柯总招的讲话 是有点这个 我的确是请他 最后摇耳朵又是比较小声 我的确是请他再讲一遍 但是那个到底讲了什么 老实说那个时候真的不清楚 因为半个钟都蛮长的 有些事情是 面对面讲 有的时候是 那个距离拉得比较近讲的 所以记不起来了 对对 所以是 不是当时没听清楚 而是现在记不清楚 真的记不得 真的记不得 那运长 30个法案以内了 就是你说20多个 不到30个 这些最优先的法案里头 哪一些是最最优先的 这里头有些 希望在这个会计 一定要通过 对 一定要在你 我想我们送的 是我们觉得重要的 但是重要并不是说 就没有争议 而是说我们也有 我们的一些立场 这个立场我们也了解说 不可能完全被立法院接受 但是我讲过一个精神 就是说大家 这个法案 开放心胸 把这个法案里面的优点 它能够抽出来 变成一个最好的法案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长照 长照吧 我们是主张 比较是用保险 因为裁员 裁员的来源 民进党和国民党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想法 对我们比较倾向用保险 那那个原来民进党是 加税 加税 那我们觉得说长照 我们就照送 照送那个接不接受 或者说里面 我讲就是说 我们的长照保险 这个并不是一无可取 里面绝对有些优点 那么所以 希望是说 他们在看这长照 我了解 他们大概不会照 我们的版本 全部一次不动的通过 可是如果说 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一些优点 那透过我们国民党的一些 这个立委在那边如果能够特别去强调的话 将来我们希望最后通过长照版本是 两边的优点都在里面 所以 所以像是长照 我们不是不尊重他 我们是觉得我们里面有一些可取之处 还是送 希望他能够 透过这机会 能够看一下我们里面 我们觉得的一些特色跟优点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另外当然最有争议是两岸建筑条例 这两岸建筑条例 我们也觉得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里面就行政的立场来讲 是有些实务上面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先前 先前别的这个版本 有的是说什么 立法委员也要能够参与谈判 或是说什么谈判的事务官 如果说有些谈出来东西 对于国家不好的话 要要扮人的 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事务官来讲 是一个很大压力 所以像这个 现在他们议议位来看看说 如果你现在用一个行政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有些这个精神 也可以两边参作一下 所以大概这些 我承认是有争议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要强度观山的意思 但是我们列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是不是开放心胸看看 有些可取之处 你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院长 其实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因为这个蔡总统就说 他这个当选之后 他是未来第一优先的法案 可是大家要讨论一个问题 因为这里的所谓的民间版 也是可能这个时代理党他们提出的 就是两国论可能会入法这个事情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 那这个部分您的看法呢 会不会到时候可能会被 可能会修掉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 因为5月20号要接手 他要从非常务实的层面来看 什么样的条文写进去以后 对岸还会愿意继续跟我们谈 这是他要实务上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刚刚讲那个条文 什么两国论 入法不入法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 应该也会一样 用非常务实的角度来看 不是只有我们国民党立委 单方面的问题了 所以之前还没折证不务实 现在比较务实了 我觉得就是要能够考虑对岸的立场 除非说以后就跟对岸 好几年都不讲话 否则你要考虑对岸的立场 要能够采取一些务实的做法 那什么样叫务实 这个尺度怎么拿捏 当然是民进党跟蔡主席 要去斟酌的 不有一些法案可能就是说 再也跟再吵想法 思维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思维在里面 但是有一些的这个法案 可能就是不管再吵或再也 他都觉得就是得要这样做 所以说当专业 待会我们回来继续请教 我们张院长的意见 11点15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的宣传 我们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长 我是汪用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 是行政院院长张善政 用和我们天外来比 刚刚我们跟善政 这个善政 我跟他那么熟吗 跟院长 你怎么叫我们一见 私底下聊 就说今天联合报头版头说 这个霉味尿骚味残壁贴符咒 27位瓜居老人 挤在一起 这是我唯一的家 听说院长 您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 准备要处理的 对我今天一早看到这个报 我就马上发简讯给我们幕僚 说今天或是明天 有没有办法去稍微看一下状况 或是说至少卫福部 马上要跟地方政府 这应该在台北市吧 跟地方政府的社会局 看看有什么处理办法 没有 我觉得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像我昨天去拜访 那个空军在美国 坠机的遗霜 他家在后龙 台北专门跑后龙 跑了一趟 昨天我去三峡白基 探望那个农民之下的农民北北 我去桃园天主教天使之家 看那些唐宝宝唐市政的 我觉得在这个年关的时候 就是要让一些弱势的民众 感觉到政府还在 政府有关系他们 给他们一些温暖 所以在这精神之下 我觉得这个联合报 今天头版写的这事情 也是我请我们幕僚看看 这两天能不能赶快处理 可是有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韩害前阵的补助 到底是从严从宽从法的认定 好像有些事情真的对于行政部门来讲 就会坐与不坐监 切身千万难 因为本来说没有从宽 后来听说十几位的民党立委 去跟你这样子见面之后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连 可能原来没有合法登记的都要补助 这部分是不是有一些争议 这个我说明一下 其实并不是那十几位立委来了以后 我们才放宽的 事实上应该是 这个我去台南看渔温的是哪一天 好像是我就任第二天 是 我就下去看了 下去看其实当时的这个 当地的立委 我记得是陈廷飞吧 就有提说有些渔民 放养的时候没有登记 当初可能是急着放养 那后来可能也就忘了 所以他这个 就忘了登记 对 所以这个渔温的放养登记有两个 一个是渔温本来就一个养殖登记证 这个是一辈子登记一次就好 只要你这渔温一开了 你就要登记 登记的时候 你要证明你土地是合法的 你的这个水泉是合法的 我刚才想起来了 我去台南是1月26号 1月26号 上礼拜二 对 那这个是一个登记 另外一个是说 每年你要放养的时候 你要另外去登记一下 说我今年有养鱼 那那个就是每年放养的时候登记一下 那陈廷飞讲的是第二种 就是说我去年放养的时候 我没登记 因为我急着放 那后来就忘了 但是他有余温的 但是余温 余温是合法的 基本上 那这个我们说 我们弹性认定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 十几位立委来了才放宽 而是我1月26号 下台南的时候 陈金飞提了 我就跟这农委说 这个认定应该有弹性的 那那个时候赖清德市长也在场 所以这个 这个标准在那边 而且他们提 提说那个时间 有没有弹性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讲说 我们农委会个案认定 只要你地方政府说 他因为某些现实因素 不能马上报 那后面再报 我说你们只要地方政府认定 我们就有弹性 所以这个大概 其实都在上礼拜二 去台南的时候都讲了 那当然 当为什么那十几位的 民党立委还要去找你 当时讲了 可能我们后面 没有很广泛的去宣导 所以后来就讲说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后来其实 在就是去 昨天前天 他们来拜访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南是都讲了 他们有些立法立委 很激动 说那是鱼 那对我们什么联务 甚至也是一样 我说这原则 当然都是一样 他们一听就 大概都吃了个定心丸 现在剩下唯一一个增结 是 唯一一个增结 对 唯一一个增结是说 那万一鱼温 本身没有登 没有合法登记 是啊 那就是非法养殖 对对对 那甚至水泉 是怎么样的 也是抽 这个我们就不能马上承诺 因为我们马上承诺 到时候我们钱给了 审计部来纠正是有问题的 所以像这个 我已经要求农委会主委 应该他昨天也开过一次 我说对这个问题 你们赶快开会 看你有没有办法借 如果不能用 寒态补助的方式 因为你的鱼温 基本上是没有那个 是非法的 非法的 连连地下学 都是自己抽的 那但是他们立委是说 可是食物上面 很高的比例 都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合法那个登记证 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地方政府当初 可能就是因为 有些顾虑没有发 这个我觉得 如果你们地方政府 愿意现在去看 补发 我们也认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非法 比如说 那块地板怎么来的 水是非法 那个我说 我们农委会 另外开会去处理 现在大概是处理到 这个地步 但是当天 也有立委觉得说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 马上都全部处理光了 这个最尾巴那一段 先不能答应 但是我们后面去 讨论一下一些法规 至少有条路还可以走了 所以有些委员 那天来的时候 也觉得说我们 现在那种法规 灰色地带要讨论的 他们觉得说 后面我们在讨论 他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至少 有很大一个比例 已经有路可以走了 他们也觉得还好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 你看 以台南市为例 台南市 我上礼拜二去 给了一些原则 然后我当时也在现场 跟这个 赖星的市长讲说 我们中央跟地方充分配合 我们希望很多人 很多渔民 过年前 过年前就这两天了 要拿到钱 我们昨天去追 已经有66户 台南的渔民 已经拿到钱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大家配合起来 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我觉得 我那天也跟 那些立法委员讲 我说 请你们跟地方政府 讲说 充分的跟农委会沟通 我们的原则 已经跟农委会 讲得非常清楚了 地方政府只要配合 其实速度可以很快 像台南市 怎么配合 台南市一个七谷区 七谷区到处都是渔温 这个赖市长在第一时间 就把七谷区的区公所 组了大概至少 30个小团队 分头去认定渔温的损失 35个小团队 所以他动作快 那所以这个案例 我觉得旧灾没有蓝绿 我并不是说 你看台南市特别好 别人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们也没有看 台南市是蓝的是绿的 就对他特别优惠 而是说 他那边有他配套动作 做得快 我们后面的资源的这种法规配套 也都讲清楚 就可以做到这么快 所以旧灾没有蓝绿 所以就有些渔温如果他是 这个目前看起来都是非法的 那就看地方政府 你自己要不要认定 如果你都不愿意合发给他 这个渔温的登记证的话 那你说 我这边 对 我们这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这 航海的补助 但是我们也会想其他的路 你说我们明明就 渔温没有合法登记 到底是怎么协助他 所以我们也提了一些方案 比如说 这个可不可以用这个产业辅导 产业辅导 它规定的这个土地 是不是比较松 如果比较松的话 我们用产业辅导的方式 我现在不能给你钱 用这个航海补助 可是我或许可以给你低利贷款 我或许给你事后的产业辅导 有别的路可以走 这个农委会现在正在检讨 OK 好 不谈到钱的话 那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党产的这个问题 老体这个问题干什么 没办法 因为这个问题 每到选举都会被提出来 人家院长不是党员 但是呢 因为这个立法院 恐怕还是会审这个案子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继续回来 请教我们的张院长 是 哈喽时间是中午的十一点三十一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ub Radio的Pub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诗诚 咱们今天是善政来了 院长 因为康熙来了没了 毛毛喜欢用善政来了 善政来了多好啊 是啊 希望善政心夺 对啊 那可是 这个党产进入条例 现在好像说 这个立法院民进党团 也把它列为 他们希望能够 优先处理的法案 对这个部分 院长什么样的看法吗 哎我可以可以感觉到 国民党的一些立委 也觉得说 党产每次选举 被人家这样拿出来 当提款机这样打 不是不是长久的办法 所以他们应该会有些对策 老实说 因为我想你们或许知道 我不是党员 对 我我从来也 我们不是或许知道 我们我们根本就知道 老实说 我我我其实也没去 关心过说 国民党党产到底有多少 或是当初怎么来的 你说你怎么一个一个民众不会关心 那我就是政治外的这个这种 也不叫素人 但是就是不关心这种事情 所以 因为你觉得你 你的这个 不是我 不是我想花注意力的对象 你需要管的事情 已经太多了 对对对 有点那个意思 那以前在民间 其实那也不关我的事 那个所以我我觉得这个党产的处理 应该就是两边的党团 我想民民进党会希望 尽快把它怎么样处理掉 国民党也是一样心态 关键是后面 国民党内部觉得说 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是公平的 有些东西可能捐出去 有些东西说不定是他这几年 进营来的 这个怎么细节 我觉得让两边去商量 到时候到时候应该 我希望了不是应该 我希望会有一个处理 合理的处理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行政 基于这个中立的立场 不会去干涉说到底要对哪边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案子 也是也是这个争议性蛮大的 因为很久 这是很久 后来现在搞到好像 现在是NCC有通过吗 就是这个 远传病中家案 远传病中家 结果现在 还需要再经过投选会跟公平会 对不对 对这个NCC通过了 当然NCC通过以后 外面就有些批评 说什么看守期间还怎么样 我先不讲说 我们这个政府520前是不是看守 因为马总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看守这两个字 但是NCC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机关 NCC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是有任期制的 他不会因为选举而有什么改变 他的任期到今年应该是7月或8月 所以他在任期内的每一天 他都可以行持他的独立组织权 这个他通过你不能批评说 他看守期间还做什么事情 这个批评是基本上是不对的 他不是随着政权的交接 对他跟政权的交接没有更运 对他是任期保障制 任期保障制独立机关 就跟中选会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他通过不通过 我们行政不可能去干预他 那个 那当然后面还有公平会跟 这个投审会这两关 公平会我的了解是已经通过了 剩投审会 那投审会现在就是要什么时候审的问题 我们也不会去投审会又是委员制 当然你可以说里面委员 有政府部会的这些主管 但是也外面的委员 所以我们不会把行政的手 伸到一个委员会里面去 在里面干预什么事情 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旦做了 被外部委员讲出去 那我们行政的这种中立性 又跟这个分纪又会被外面批评 但是在程序上面 他什么时候审 这个其实是一个行政程序 据我的了解 他们现在根本还没有排 什么时候要审 那你说立法院 2月19号开议 就是我们要上台咨询之前 有没有可能审 现在看起来也是来不及的 你看19号就是过完年上班的第几天 第四天第五天而已 大概不可能排到那么快 那么当然在立法院那边 如果说在这个投审会排出审查的日期之前 有些决议出来 那当然这经济部是要去尊重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局势就是这个样子 老实说这个立法院如果很快有决议出来 要投审会先不要去审的话 投审会我看他们是很可能必须要去配合尊重 但是我觉得现在从正反两面来讲 那个业界里面是说 中加这个案子已经卡了这么久 每次有人要买就有声音 对啊对啊 卡很久很久了 那这次有这个好像是Morgan Stanley还是谁 是不是 那这个是一个国际非常有形象的大咖 那如果说这个Morgan Stanley的这个形象 还不够让人足以信任的话 那台湾以后对于这外面来的投资审查的时候 这把尺啊就很难让很难让国外的这些投资人啊 放心了 其实我在处理这个TPP或RCEP 其实就有国外告诉我们说 你们台湾审查投资国外的投资的这个透明度不够 这个是有非常清楚跟我们表达说 你们台湾要参加TPP或RCEP 审查国外投资的透明度不够的时候 是对你们台湾一个妨碍 那这次呢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从这个有些业者讲说 这个案子呢不要说后面后面 这个有中资的顾虑 所以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一方面的声音 但是我们也听到另外一方面的声音 是说哎这个投资的钱背后的背后 如果背后一关背后两关 是不是真的有中资怎么掌握呢 有顾虑啊 所以就希望要暂缓 所以我们两方面的声音都听到 一方面是说我们觉得这个资金有疑虑 而怎么样的话 那会加重了国外投资人数 你们投资审查国外投资就是不透明吗 这是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就是中资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借什么管道进来 让我们有些对中资有顾虑的人 那这个正反两面我们都了解 但是我们行政就是保持中立 就是说到时候 如果立法院有决议 说投审会你暂时520以前不可以升 那我看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 那如果他们没有讲的话 投审会排日子啊 就是照排嘛 照排排到什么时候排到什么时候 就是这样子吧 一天我看这院长在侃侃而谈了 一点都不像只说到520的感觉 人家2月19还要施政报告 对 那个施政报告那一份 这个施政报告是有史以来最难的施政报告 你不能做四年或八年这样的规划嘛 对不对 你只能规划到520 那个赏位期很短 但是请问一下这个院长 当初马总统找您的时候 您没有挣扎过吗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对 院长你再不接 我快要不行了 没有那么夸张嘛 没那么夸张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跟马总统讨论这个多数党组阁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个马总统其实有问过我说 你觉得如果说选举 其实选举全局有谈了 就谈说选举 那时候院长也就知道 总统在选后会抛出这个说法吗 我有点这种感觉了 他就问我说 你觉得假如选后真的是民进党站了过半 我抛出这个题目 你觉得这个蔡主席会不会接 那我不是蔡主席 我当然不能替他回答 但是我说总统 我以一个民众的感觉 如果蔡主席愿意接 或是你愿意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大家期待就是说政府要有效率 所以这个当然我不懂宪法了 或是那个蔡主席后来说宪法没这个空间 他学法律的 我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我无从智慧 但是我说从一个民众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抛这个题目是好的 蔡主席如果愿意接啊 也是好的 我是跟他这样回应 选前就这样子 有交谈过 那后来选出来果然是个样子 而且毛院长很快的就 这个就请假 就很忙了 对对没时间见到总统 那所以我就代理嘛 我代理我就跟总统报告 说总统你赶快要跟蔡主席讲清楚 不然我这代理院长很难做 我到底是要做事不做事 如果他真的愿意很快阻隔的话 我当然就是把家看好交给他 那他如果说不不阻隔的话 那我当然就想说我要怎么办 代理到什么时候 然后交给什么人 所以他也有积极的在跟对方沟通 我大概都了解 那但是后来一直看说 好像谈不出个结果 然后就我就开始慢慢体会到说 那如果民进党不接的话 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情境 我就大概沙盘推演的几种 几种一种 当然就是我就正式接了 后来我就有点体会到说 好像我正式接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 朝这个方案去收敛了 所以一阵风袭来就对了 反正就去跟对方沟通很积极 后来对方没办法沟通 只好跟其方沟通 所以我的背脊就越来越凉了 那那个所以后来 其实马总统也没有正式说 他当然有时候可能你的 你要出来的这种可能性蛮高的 那所以但是他跟蔡主席希望沟通到最后一分钟 那沟通到最后一分钟是什么时候 就是那天他宣布的当天 还在沟通 对他还在沟通 那那个蔡主席就一直没有跟他当面通上话 不是当面 就直接通上话 电话都没通上 对对对 所以所以这个后来总统就告诉我说 我要尊重蔡主席 已经尊重到最后最后一分钟了 现在不能再等了 他要对外宣布就是我了 我说好吧 我我大概也知道就是这样了 感觉起来听起来就是任命的那种口味 不是 那个院长 院长叫台语说 我已经 坐在那里等 我就知道啊 但是因为正常有个说法 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就提到说院长的时候 毛院长的时候 这个请假的时候 是因为先前 先前的这个多数党组合的这个议题 他并不是那么清楚吗 就你所了解的 总统跟他在这个议题上 对啊跟你讲过 应该跟毛院长应该讲过 我相信应该有跟他讲 我相信应该有跟他讲过 那那时候您请假的时候 除了跟总统 对他请假的时候 他总统除了跟蔡主席沟通之外 您自己有没有想说 也要跟毛主席赶快多沟通啊 跟毛院长多沟通 毛主席像话 我是直觉上认为说 毛院长应该是相当知道 总统那边的进展 我觉得毛院长后来 那个坚强的态度就是 希望一则是 让这个总统有更强的理由 去push这个 蔡主席出来 原来是在帮总统 我觉得我觉得 对对对 当然那个后来总统我去拜访他 然后他 他没见 那一段我就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 我刚才说 我猜点说 院长你要评论这一段 我正在吸尔公听的时候 没想到就这样跳过去 好 帮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请教的是 那院长这个施政报告 打算怎么讲 讲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是 到520之后 您自己对自己的未来 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待会儿马上回来 11点45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OP Radio 泰白电视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师长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接入访问室 行政院院长张善政 张院长 院长 一般的施政报告 其实也不说那么容易 但是说基本上 他有这个大政方针 可以破坏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 对不起 您的计划直到520之前 所以你这份施政报告 也不能太规模太小 但是也不能太大 这个施政报告 你有没有一些idea 我大概会 我接任一下 其实讲了一两次 我觉得交接很重要 那个不能政府每四年 重新开机一次 是 reset一次 对对对 所以我会先把我们现在 面临的国际的恶劣环境 先讲清楚 说台湾为什么现在 将来不管是这个小英主席接手 或是即便是国民党接手 其实我觉得都一样 台湾面临若干年 未来的这个时间 绝对是辛苦 在家辛苦 这个国际局势 我会先讲清楚 讲清楚以后 接下来我会觉得说 所以大家要开放心胸 把这个好的东西往下做 不要重新开机 这个观念 那然后呢 会讲说 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好的事情 值得往下推 我们剩下四个月 会把这些事情 大概做到什么地步 然后我们会 之无不言的 交接的 清清楚楚 大概会表达这个 这个这个重点 对院长你刚刚说 不要重新开机 对不起 有一个东西 当机很久 就是就是机节 机场节育 机场节育 对最近 我们今天也来在外面的 行动院发言人 孙力群 力群说 请记住 何暖宣这三个字 我不晓得 就是说 现在我不晓得 因为现在有两种说法 说马中东赶在520之前 把它完工 以便他可以去检采 他说公司公平是会影响 但另外一种说法说 对不起 整个的延宕 基本上不是现在的 不是现在造成的 那现在因为何暖宣 现在又是这个 这个机节的董事长 那现在到底这个机节 第一个是520之前 到底能不能通 第二个 现在这个这样的汉阁 您怎么去 怎么 您的说法呢 我不去讲 何暖宣这个个人的问题 我先讲我处理的原则 当初的确是 我们交通部 希望在三月底 能够通车 那三月底能够通车 其中有一个关卡 不符合合约 就是从台北到机场 35分钟这个目标做不到 现在实测 35分钟当初是用软体模拟的 但是实测跑出来 差了一点点 36分10秒 跑成36分10秒 哎呀这个 对不起我还差点 这个停的站太多了啦 他这个是直达车的时间 直达车的时间 他本身还有中间 中间只停一站 中间好像只 台北到机场中间 好像只停过哪一站 大概是 什么医院 那个 大概这样子 这细节不讲 所以差了1分10秒 那那个交通部是希望说 那1分10秒只差一点点嘛 就减价验收 就可以开始营运 是 那么那个陶杰那边是不希望这样 陶杰觉得说你就是有些顾虑 顾虑是哪些细节我就不不我也没有去多了解 但是基本上是些细的 那我觉得关卡是这样 关卡是为什么要急着3月底 或是5月底通车 这里面给人一个感觉 是说为了赶马总统卸任 是 那这样的话 两边就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增结卡在那边 所以我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不强求5月20 520以前要通车 把这节线解开 而且我跟马总统报告 我说 这个 我希望说大家就事论事从技术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为了一个3月底或5月20号通车在那边吵 马总统也尊重 我看马总统的反应 我觉得他当初也没有期待非要520通车不可 我跟他说 你即便520以前通车 可是你当初承诺35分钟没做到 人要骂你 照样骂你 所以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就这个就事论事 把这技术问题解决 什么时候通就什么时候通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说什么时候要通车的压力 这个时候再放回交通部去 让他们从技术面来解 现在交通部大概是这个样子 陶杰顾虑说有没有安全疑虑吗 第一 那交通部目前是说没有 陶杰说那是你说的 所以我了解交通部现在准备找一个客观的第三方 就是说对安全先做个认定 安全如果客观第三方认定出来没问题 后面好谈 所以后面是这样的处理方向 因为大家会有种感觉 我觉得就说 刚刚这个院长就事论事 对不起台湾很少能够就事论事 都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不一样的思维在里面 对 不过刚才提到 因为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他总是希望说在他任内 然后可以留下些什么 是啊 那我不知道对院长来讲 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踏进官场 这些时间以来 520你要离开政府部门了 你会觉得有哪些未进聚工事 你会想起来会觉得好遗憾 我真的很希望这个能够完成 可是竟然没有能够完成的 蛮多的 比如说 蛮多的 我觉得我们任内 至少毛院长任内 我们开动了很多像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事情 像青年创业 创新创业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蓝绿 对不对 也是在帮年轻人的帮弱势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推了一年多 年轻人的反应还不错 那个 我觉得我们推这个生产力4.0 生产力4.0 里面包括过工业4.0 其实蔡英文主席也有提到 这个我必须 我讲了一句比较不客气的话 民进党听得不高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任的内阁 或是国民党的阁员 了解产业的深度是比较深的 我相信是这样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 你从哪里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跟我们很多阁员 谈这种产业问题 他们了解的深度 是我在业界待过 我觉得他们了解 即便在政府没有到业界去 可是他们跟业界接触的深度 是很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产力4.0 这个东西 现在规划的其实是好东西 将来民进党接手以后 要换个名字我不介意 我很期待他们实质上面 能够把里面的核心接的往下走 其实我说不要重新开机 所以像创业创新 还有这生产力4.0 这个是对我们传统产业非常重要的 这些东西真的是值得往下走 另外各位也知道开放资料 我推的非常认真 蔡主席又非常强调这个开放政府 开放资料 或者私通讯的一些东西 我在民进党选前的政见 看到的琢磨不够多 不多 我很担心 我必须坦白讲 国民党在选举输得这么惨 网路跟年轻人这块是当初琢磨不够的 是没有琢磨的 琢磨不够 那在毛院长接任 跟我现在这里面 这一年多 我们在网路跟这个年轻人这块 我觉得花了很大的心思 现在反过来看到民进党在选举前的政见 网路这块 相对来讲薄弱 我希望他这块能够赶快 接着我们的东西往下做 可是在 您说毛院长跟您任内 我们也看到这个刑警院发言人 孙力群 要上网去回应网友的提问 或者是一些部会官员 透过网路来跟网友互动 这个部分您觉得成效如何 这个分几个平台来讲 蔡玉林那一块的VE台湾 他因为有G0VE在帮忙 那块相当活络 我们国发会也有一个平台 这基本上是模仿美国那个 We're the people 那老实说官方做的网站 不管是我们这个国发会网站 或是这个美国那个白宫的网站 都有一样的问题 民众就是对官方有一个 基本的不太信任 这个我们不否认 那所以 另外就是孙发言人 常常有一个内阁出来 那块 那块看题目 有几个反应相当不错 看题目并不是说 这种官方就一定不好 你如果愿意政府官出来讲 讲一些网友可以听的东西 可以互动的话 其实是有效果的 那么各位也看到民进 那个立法院说 他们也要弄个网络平台 那国发会我昨天看到 他们已经主动跟这个立法院联络 说那我们一起弄嘛 我们一起弄嘛 政府 对所以这个网络平台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架构了 但是这个网友的这个接受度 我觉得要花时间 这个不是我们台湾单独的问题 我刚刚说美国也一样 那么将来可能一个方向 就是看那个V台湾 把这个网友的力量 像G0V这种社群 尽量往里面拉 对对不起 我天啊 我很快问 因为我很想问这个问题 如果因为你很担心民党 在产业这一块 如果说以后 蔡总统上台 他说这个打破这个蓝绿恶斗 如果他想要重用您 您会考虑吗 当初陈宗就说当兵当四年嘛 我现在四年已经快到了 我在等我的退伍令了 退伍令 可是好 那退伍之后 第一个要去哪里 第二个是 您这样走过官场一遭 您会觉得说 官场的文化跟企业界的文化 感觉会很不一样吗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想 这两者之间的比较 当然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官场动作 就是比企业慢 那我这四年 我个性其实蛮急的 我这四年按耐的性质 已经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了 到了几点 我已经动不掉了 再叫我再待 我会抓狂 所以到520是一个刚刚好的点 在爆发之前刚刚好离开 那可是这个退伍离开之后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打算 再说吧 有些人也问过类似问题 甚至说你要不要来这里来那里 我说等我 我希望先休息一下 我不希望说 很多人要院长 没有没有 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三百多家 小小猫 那个我希望520以后 我能够有一段时间休息 不是5月21号 又另外去哪里上班了 太累了 太累了 那现在已经有哪些人 这个项铃招手 都是随便提提而已 都还没认真的 随便提提 好 可能那最后30秒 请教您 应该说 官场动作太慢了 为什么呢 当初政府引进企业界的人才向您 也就是希望把企业界的这种活力文化 Tempo要加快啊 怎么会 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法令吗 还是 法令规矩太多 对 四个字就 对啊 跟人呢 跟人呢 我觉得企业基本上对主管对人有一个相信度 这个在政府里面 是 就是说我只相信制度 我不相信人 对 所以这个需要改进 好 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院长 刚才特别提到的 说 其实这个政府的文化 如果也要改进的话 我们大家的所有的公务人员 能够发挥的地方会更多 相信人的专业了 要对公务人员给予更多的信任 是 好 非常感谢院长 在这个过年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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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